那各位看一下 因为同学比较会有问题 就是这个资源搜寻器 那其实这个在google里面 如果你要放大缩小都ok 那我觉得这样 而且你如果记得刚刚那个网 我们那个网址 你可以在你的平板 或者你的智慧型手机上面 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你也可以来来当 我觉得这也是类似一个那个 什么电子书的形式 ok那这边的话呢 几个重点 刚刚同学比较会有问题的 就是说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宣告哪些变数 其实你会发现呢 find it 它预设值为0 那也就是说呢 find it是指的是什么 找到几个的 也就是说找到几个 有没有 找到的个数 如果预设值是0 表示说 在这个字串里面都没有找到关键字 那就是0 如果什么都没找到的话 那最后我们会 find it等于0的话 那表示什么 字元不在字串中 所以为什么会宣告这个变数的原因在这里 那index是说呢 找到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找到位置 如果这个index呢 有找到 它会在哪个位置 那因为我们这个 自串 自串正面 它从0开始 所以如果找到回来给我们2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是第三个字的意思 那如果是7的话 那就是第八个字的意思 就必须要再加1 对不对 所以index指的是这样 好 那大概另外 b1的话是等于0 等于0就是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那也就是说呢 我第一次一定从第0 等于是从0开始找 然后呢 之后找到之后再往后 所以必须把b1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这个关键字的长度 OK 大概是这几个变数 所以上面这几个变数的用意 大概是这样 所以细部的话 我想各位再去体会一下 另外就是说呢 我要怎么把外部的资料读进来 其实我这边有宣告一个scanner 这个scanner就是说呢 我要去读取键盘的动作的话 比如说user有key资料 对不对 那我要把它读进来 我要怎么读进来呢 我可以用那个scanner 宣告一个物件 S是特别注意哦 这个观念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scanner是指的是一个类别 S是一个物件 那类别是还没有实体化的 还不能用哦 还没有被load到记忆体上面 没办法实体化 没办法去walk的 如果你要walk的话 一定要load到记忆体